生命旋律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留期篇稿 临宾主持 天父的汉故 李先生和李太结婚四十几年 一直都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在教会里面 他们成为那些年轻夫妇的好榜样 虽然已经七十岁了 但李太依然在教儿童主义学 而在这么多老师当中 他还特别受欢迎 每一个主日在上堂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都很喜欢围在李太的身边 很留心地听他讲圣经故事 李太讲故事也真的特别好听 不止生动 还表情十足 就好像将圣经里面的人物 活生生地放在这些小朋友的面前 将他们带入一个又真 又美又奇妙的世界 在那一年的冬天 天气非常不稳定 也都非常冷 还经常下雨 一个不小心 李太得了急性肺炎 虽然李先生立刻就将他送入医院 但是终于都救不回 而在他离世之前 李太还很挂着儿童主义学 没有人接受 牧师和师母固然安慰他 而师母还答应 一定会全心全意 搞好主日学 听了之后 李太也放得心落 而再过了一天 神就将他接回天家了 在李太过身之后 只剩下李先生孤零零一个 虽然在每个主日 他依然回教会聚集 但是就已经再不坐在他平日坐开的位置了 李先生坐在大堂最后的一行 经常都不出声 而每一朝崇拜之后 他也都再没有留在上主日学 一个人静静地就走了 那些弟兄姐妹见到他这样 都觉得很心酸 回头说回师母 因为他答应过李太 要尽力搞好儿童主日学 所以就接了李太那个位置 每一堂 就继续讲圣经故事 给那些小朋友听 牧师和师母总共有四个女 他们分别是六岁 四岁 两岁 而最小那个 出生了几个月 在这几个小朋友当中 四岁的小龄 就是最敏感的了 一方面是因为他内向 而另一方面 就是因为他夹正在中间 姐姐都成六岁了 懂得自己去找些小朋友来玩 手铺那个就不再说了 两岁的小妹妹那么小 所以爸爸妈妈就整天都陪着他 久而久之 小龄就觉得有些被遗忘的感觉 那一朝的主日崇拜 小龄他没有去上儿童主日学 他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入大堂 坐在最后的一行 刚好就坐在李先生的旁边 他一坐下就定了眼地望着李先生 他双眼就好像跟李先生在那儿说话 他好像说 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不单止你觉得寂寞 其实我都很寂寞的 李先生望着这个小朋友 见他那么脆智 终于就笑起来了 这一笑真是珍贵了 在李太过了身之后 那些人第一次见到李先生笑而已 在主日崇拜之后 李先生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放下忧伤的心情 重新振作起来 他牽着小龄的手 小小的跟他说 小龄啊 今晚你愿不愿意陪你爷爷 出去吃饭啊 出去吃饭啊 是啊 我最喜欢了 不过我不会叫菜 每次出去都是妈妈帮我叫的 不懂得叫菜有什么问题 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吃什么都可以的 你随时可以吃饭啊 哎呀 真是太好了 不过你爷爷 妈妈不知道会不会让我去 你现在就去告诉妈妈听 我想她一定会让你去的 小龄就去问妈妈行不行 师母笑笑口的点一点头 小龄她很开心 就好像得了一个很大的奖品一样 由那时候开始 这一老一乱的生活 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差不多每一个星期日 李先生都带着小龄出去吃晚饭 就好像两爷爷孙一样 小龄她虽然年纪小小 不过她很聪明 在李先生的身上 她学到很多东西 她再没有过一种被人冷落的感觉 她变得又乖又有礼貌 都不知道多得人喜欢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眨眼就过了几年 小灵哥开始读小学 功课也慢慢多起来 而李先生呢 他再次谈恋爱 跟他拍拖的是教会里面一位姐妹 他的先生过了身十几年 他跟李先生一样 最初都是解不开心结 不过有一次在团契里面 当他们聊起来的时候 两个人觉得同病相连 所以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 不如两个人在一起 可以有个盘共渡如生 这个喜讯来得很突然 而当小灵听了之后 她竟然哭起上来 小灵 你哭什么呢 难道你爷爷找到个人陪伴他 你不开心吗 不是啊 妈咪 我心里真的很矛盾 你爷爷是我很特别很特别的朋友 他结婚之后 我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你都陪伴他 照顾他 是不是啊 那当然了 那便好了 快点抹干眼泪 就快读大学了 还这么任性 像个弟弟哥那样 当看他和小灵那段忘年之交的时候 李先生既感激又感动 在初初丧偶的那段相同期 如果不是小灵及时出现 进入他的生命里头 李先生说 他都不知道怎么过 也都不知道后果会怎么 起码他不会恢复得那么快 小灵带给他一个新的希望 让他重新找到生存的意义 为了工作的缘故 和侍奉工场的变动 牧师他要带着全家离开原先的教会 但是李先生和小灵之间 那段近乎耶孙的感情 依然是根深底固 他们两个人都深深体会到神的爱 当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和那个四岁的小女孩 都感到孤单和寂寞的时候 神在他们中间 就做了一件十分美善的事 神来到他们的身边 陪他们走这段艰辛的人生路 神就是爱 神的爱是多么细腻 体贴和无微不至 一对知心的朋友 可以互相扶持 彼此鼓励 而神和那些愿意亲近他 乐意接纳他的人的关系 就更加有过意无不及了 神施恩给人 连率人是出于他的本性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地说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们 他也持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神爱我们 为了更加了解世人的孤单和痛楚 为了彻底拯救人类脱离痛苦 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 亲自来到人的中间 无条件地将自己交了给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他用大能的傍庇扶持我们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他为我们背负重担 而当我们伤心流泪的时候 他就成为我们的倚靠 成为我们寻求安慰的地方 神明确地告诉我们 他必定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以不同的方式 进入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真真正正感受到 他的爱和眷顾 而这份永恒不变的爱 就成为我们的保守和祝福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跟我一起祈祷 天父啊 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难免有孤单 有寂寞 有忧伤 有痛苦 而当我们受挫折的时候 你就用无比的爱 来捐顾我们 使我们能够走出痛苦的心冤 重新得力 重新振作 但愿当天父 你的风声慈爱 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懂得 将这份爱与人分享 成为其他人的安慰 和帮助 我们诚心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 圣名而求 阿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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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